就像那一看到 新北市長侯友宜獲得國民黨徵召 成為2024總統的參選人 郭台銘展現氣度他支持 沒想到民進黨立刻發梗圖 他說什麼 諷刺郭台銘遭到國民黨詐騙 引起全民炸鍋 怎麼可以拿人民最痛恨的詐騙當梗呢 民黨是不是根本不知人間旗鼓 因為賴清德跟學生對談說 房價有在降 那內政部長林又昌更覺得了 他說年輕人買不起房市 因為你沒有規劃 到底你活在哪個平行時空 俄羅斯再度對著烏克蘭發動夜襲 發射了18枚的飛彈 不過這18枚飛彈 統統都被愛國者防空系統 給打了下來 其中還有6枚 是普丁以維奧的 匕首極音速飛彈 因為普丁曾經說過 這款飛彈 世界上沒有防空系統 能夠把它打掉 如今卻敗給了美國的 愛國者防空系統 而且在戰場上還出現 美軍從未曝光過的黑科技 到底在戰場 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功效 今天帶你一起來 進行 進行